你好,我是劉奶爸 現在來示範一下 我每次要打廣告的時候 有打在兩種 一種是打在臉書的影片廣告 一種是打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廣告 那現在來講一下 影片呢 首先我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它上載到YouTube去 上傳到YouTube像這個影片 然後我上傳完畢之後 我就把這個影片 我要看一下 觀看人數 如果說還有這個按讚人數 如果說 感覺跟以前比起來的話 感覺不錯 譬如說你以前按讚人數 可能都只有一個兩個 可是這個影片 一上傳一天就有8個人按讚 然後就179個人點閱 那表示這個影片的 歡迎度 受歡迎度不錯 那我就把這個影片拿去廣告 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會先去我的Weblet的網站 然後 我會做一個頁面 譬如說我這個課程 我是要賣是 Wordpress加WooCommerce的 購物車駕站教學 我先把我製作這個網頁把它打開 好這個頁面裡面就講了自駕網路商店的這個課程的內容 然後我這邊已經擺了一個影片了 那我可以再擺一個影片 就是剛剛看到那個影片 那怎麼擺呢 我就可以把這個 YouTube YouTube這個元件把它擺進來 擺這邊 好然後我把它點擊一下 這邊YouTube的 Video URL就是網址 就剛剛的複製的 那網址把它貼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點一下旁邊 OK 這個影片就跑進來了 所以我這個網站目前 這個頁面 目前就放了兩個影片 如果有興趣的人 他們就可以去看這個影片 好那這個頁面的最下方 這個這個頁面就是銷售頁 在講這個課程主要在教什麼東西的銷售頁面 然後最下面就會有一個這個我要了解 那我要了解這個內容 它會連結到 這邊有個link 它連結到我的購物車 去購買的頁面 OK 所以這個銷售頁是在講解這個課程的內容 購買的話 直接點擊這個按鈕 然後連到我的購物車去下單 好那這個影片已經插入了 然後 因為已經有修改過這個網頁 所以按右上角 Publish 發佈 這個Webly的網站它是有中文版的 只是我目前是使用它的英文版 我還沒有切換過去 那它是有繁體中文的 好這個網站 發佈出去了 發佈完之後呢 前台就會有 看一下 服務項目的第一個 前台這邊就會有剛剛的 已經更新了 本來只有一個影片 現在變成兩個影片了 這樣可以讓消費者去看 你好我是劉奶爸 好OK 接下來呢 我們要打的廣告就是把訪客引導到這個網址來 所以我先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然後我到臉書來 好 我到臉書的粉絲專頁 那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我想要打 我想要打這個 影片廣告 像我在7月11號那邊有打了一次這個廣告 那我就是把第一個影片擺上去 那我現在要上傳的是第二個影片 那第一個影片呢 我這邊有說明 然後這邊有連結 就是希望訪客看完之後呢 可以點擊這個連結 或者是他點擊這個了解詳情 他了解詳情跟這個連結是一樣的 我點一下給你看 也了解詳情這個按鈕 他一樣會連到這一個 這一頁 這頁銷售頁來 所以呢 我現在 要再上傳第二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呢 你可以稍微短一點 沒關係 因為目的是要引導他點擊 然後點了之後呢 連結到我們這一個銷售頁去的 然後 點擊進來看這裡的影片 這邊他就可以比較有長時間的 觀看 如果是剛的這個 Facebook裡面的廣告呢 我們影片不用太長 點多放個兩分鐘就好了 主要目的就是引導他去點擊點擊點到這邊看詳細的影片 說明 所以呢 這個影片呢 太長了 我們再把它縮短一點 譬如說我把它剪成兩分鐘 然後最後 最後一個畫面呢 就把它停在 請點擊 然後點擊之後呢 讓它連過來這一頁 所以我又做了一支只有 2分12秒的影片 在這邊 把它看一下 你好我是劉萊爸 先來講一下這個支架網路商店 它底下還有附字幕 這個就是我想要拿去打廣告 我想要拿去打臉書廣告 因為臉書廣告不需要太長 那2分多鐘人家看一下如果有興趣的話他就會點擊了 所以為了怕有些人他們在 一些場合沒辦法開聲音 所以 廣告 一定要加字幕 讓他們就算沒有聲音的狀況下 他也知道這個影片到底講什麼 這樣 廣告比較不會浪費 所以這支廣告只有2分12秒 而且還故意加字幕 好那我們現在把這一個影片 我就把它上傳到 臉書的粉絲專頁去 上傳影片 直接 把它拖進去就好 拖進去 放開 我之前有一篇我直接把那個文化複製一下好了 貼上去 立即分享 他現在在上傳影片 上傳剛剛那個2分12秒的影片 然後之後呢我們到後台去打廣告 然後把這一篇貼文把它廣告出去 好 你的影片現在正在處理中 我們將在影片處理完成之後通知你 OK 先關閉一下 等一下再編輯 然後那個 影片的片頭呢 要有一張縮圖 所以呢 我在Photoshop裡面去開了一張 之前存檔的圖片 要做一個縮圖 然後就在這邊修改一下一些文字 Office自家網站學會價賺專長低成本高獲利 那因為臉書跟這個YouTube最大的差別就是 臉書的廣告不能夠有那麼大的圖 不能夠有那麼大的文字面積 就是他有規定20%的面積以下 文字部分 可是YouTube呢 如果你在這個縮圖的文字太小的話 別人在側邊來看不清楚 所以這是YouTube用的縮圖 那我在Facebook上面登廣告的話呢 這個文字就不能這麼大 這麼大廣告就容易 不通過 或者是 耗費很多的廣告費 這是他的規定 所以我要做的方法就是把這個文字面積縮小 我的字不會減少 但是我把文字面積縮小到 20%以內 大概就可以了 存成為網頁 OK這時候呢 到我這邊去按下編輯貼文 剛這已經上傳完畢了 他已經可以開始跑了 然後我去編輯一下貼文 編輯貼文的時候呢 一方面可以修改這些文字 一方面可以修改這個縮圖 我點一下這個縮圖 然後這邊有個自訂圖像 他這邊有讓你自己去選擇 他幫你預設的縮圖 那我是使用自訂圖像 就是新增圖像把我剛剛做好的那個圖片 上傳上去就好了 好就這樣子 OK 然後按一下 按一下儲存 他第一個畫格就是縮圖啦 對然後這個 這個文案是之前寫的 那我想要改一下 一樣就按一個 按這個 編輯 然後之前寫了一個新的文案 就是 就是這個 影片裡面的 竹字稿 然後把這個一部分的竹字稿 把它貼上去 把它貼上去 我這邊修改一下 今天是七夕啊 忘記今天是七夕啊 他在這邊工作 先把這個做完 好 先把這個做完 對這個網址啊 我會 把它 我把它放在前面一點 這樣比較看得到 因為如果超過四行的話 那個訪客都要把它點開才能看到全文 所以我會把網址放在前面 好底下的這個 我就不要了 學會自家網路商店 Opress加 WooCommerce 最大的三個好處 因為我這個竹字稿太口語化了 所以我在 廣告文案裡面修飾一下 我改完了 好儲存 好這一篇 就這樣 那這邊有個加強推廣貼文就表示說我現在這個還沒有打廣告出去 好這時候呢 再來 打廣告 這一篇 我們要打這一篇的廣告出去 打廣告 business.facebook.com 這個網址 然後選取你自己的企業管理平台 然後再選擇你自己的廣告帳號 因為這邊可以創建好多個廣告帳號 每個廣告帳號都有自己的編號 點擊一下我自己的廣告帳號 好這邊按建立 我現在建立一個 新版的 7月多 好像是2019年7月才更新的版本 重新開始 好這邊 如果你看到畫面跟我不一樣的話你可以切換這個快速建立流程 切換一下 有的人看到的可能是這樣子的畫面 然後把切換一下這個按鈕就可以 就可以跑到這邊 這個畫面來 那我現在打的是這個觀看影片的人 點一下觀看影片的人 然後呢 這個 活動名稱就是觀看 影片 WP 價站 三大 優點 命一個名稱 然後單日預算 每天打個 500塊好了 然後行銷活動出價策略 用預設的最低成本 進階選項就不選了 好然後繼續 廣告組合這邊也是 命一個名稱 WP WP 三大優點 這邊以選擇 ThroughPlay最佳化 這個意思是說 找那些想要把影片看完15秒以上的群眾 他會幫你找出來就是 比較願意把 比較有耐心把影片看完的人 這是臉書自己大數據會去優化的 然後建立 廣告受眾 那我可以利用我 已經之前已經建立過的類似廣告受眾 類似受眾 所以我先選這個 然後 看一下目前減在初級人數有大概20萬人 這邊會秀出來 如果你覺得說20萬好像不太 不太夠 你可以繼續加選 比如說 這個 加起來 38萬人 好 那 要看你的商品種類 像 我這個是 如果是 高單價的東西 你可以 觸及人數 我覺得至少要 2萬人 以上 會比較有效果 如果這邊 連1萬人都不到的話 你的那一個 成交的效果會蠻差的 就是撲關人數太少 那撲關人數大概 我覺得至少要2萬以上到幾十萬 這樣 比較會打中客戶啦 好 然後這邊 如果你有選擇 如果你的商品只想賣給台灣人的話 就記得這邊選地點 像我這邊選台灣 那年齡的話呢 我這邊就 其實 其實是放大一點沒關係 因為他主要是 去抓這個類似受眾 所以其他條件不太需要輸入 這無所謂 不過這邊我會建議你打一下 版體中文 這樣 因為你這個廣告網頁是中文嘛 避免一些 越南啊 其他國家 印尼啊 那些人來看這個 網頁 這個廣告 其他的就先不要理他了 因為我們是用類似受眾嘛 好然後自動版位 OK throughplay 按繼續就可以了 好這邊 要選擇一下 這廣告名稱 你可以自己輸入一下 可以寫一下日期 2019 08 07 好 然後這邊要選擇你的粉絲專頁是哪一個 流暖爆網路行銷教學裡面的這個 好這IG如果你有聯動的話 IG也會刊登出來 然後我剛剛要使用 現有貼文 因為我已經在前台已經貼出去了嘛 好這邊選擇貼文 好就是這一個 學會自家網路上 剛剛看出去的這一個 好點擊一下 按繼續 右邊就會有 這個是行動版的預覽狀態 就是手機看到畫面會長這樣子 這行動版的 這是桌面版的 這指 Facebook的行動版桌面版的 長相 訪客看到的長相會這樣子 那這邊有跟你講說 在你的IG廣告裡面 Facebook提及內容將以 一般文字來呈現 然後這邊有講 用於IG動態消息的影片長度不得超過120秒 好可惜 我剛剛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就是 如果你希望你的影片同時在IG出現 那你這個影片就不要超過120秒 我剛剛已經2分12秒了 已經超出12秒了 應該這兩分鐘以內才對 我這個 下次要記得 檢討一下 好這邊 行動呼籲新增按鈕 新增一下 然後把網址貼上去 這個 這個按鈕 按鈕圖片長這樣子 看你要用哪一個 我是用 了解鄉情 然後網址 網址就是 我要他連過去的網址 就這一個 就這一串網址 複製一下 把他貼上去 更新貼文 看一下行動版 這邊了解鄉情的按鈕就跑出來了 桌面板長這樣 了解鄉情的按鈕就跑出來了 那訪客點這個按鈕就會連到 這個我剛剛貼上去的那個網址 這是這個網址 OK 然後這邊可以把它打開就是Facebook像素 他會去 追蹤像素 因為我這個網頁裡面 我有買像素 OK好 這邊按確認就可以了 好看來我應該 再去做一個 兩分鐘以內的影片 在IG才能夠 才能夠打這個廣告 沒關係我先打個兩天看一下效果如何 好 審查中 已經送出去 現在開始審查了 好這個是2019年7月之後的 廣告管理員的介面 長 長這個樣子 跟之前 又不一樣了 這個是 這次有點 有點感覺是大改版 所以這邊商業工具功能表這邊把它點開 然後還要再把這邊點開 這邊就是所有的功能 都在這邊 跟之前畫面已經長得不一樣了 好 整個流程就是這樣 這是我打FB廣告的流程 現在送交審核之後 他如果審核通過的話 你的facebook就會有 通知 告訴你說已經審核通過了 OK 在哪邊有通知呢 他會發Email給你 而且在這個FB主頁的這邊 右上角這邊 小鈴鐺這裡 他會告訴你 這邊會發通知給你說 你的廣告已經開始跑了 那現在已經送交神了 這個就是 從這個 影片製作完畢 然後把那個桌圖上傳 然後再上傳到我的 臉書專頁 然後再 到這個 Business的後台 去打廣告 這個企業管理平台去打廣告的流程 好這個影片有點長 不過這個真的就是一整個流程就是這樣子 OK 那這些教學呢 包含臉書的最新的教學呢 我們會在9月份的時候 開始做全部的更新 在網路型號懶人包做全部的更新 所以如果你現在加入這個網路型號懶人包的話呢 是 最好的時機啊 因為我這邊的課程非常的全面性 非常的多 你們只要到 這個 infobox.com.tw這個網站 www.infobox.com.tw這個網站 然後點擊這個 網路型號懶人包 所有的課程都在這邊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課程你有興趣的話呢 最前面這邊有 免費區 這邊都免費觀看 這邊免費觀看 免費區 然後底下這些點擊這個都是付費區 那你如果想要購買加入我們的會員的話 這是終身更新的 就是 終身更新的 而且 我們會有成立一個LINE的群組 連續三年內你都可以在LINE的群組去詢問我們 關於你遇到的這些課程相關的問題 那如果超過三年你沒有在群組內的話 一樣來看這個影片都是免費更新的 都可以看永久 OK 如果你覺得有興趣的話你就按這個按鈕 點擊 去瞭解一下 內容如何加入 我們的會員 OK 好 網路型號懶人包 我是劉奶爸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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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